中美静平学校2016暑期夏令营接迎仪式及成果汇报会在圣盖伯西区大礼潭举行 活动一开始,由学校童子军骑队列队进场 全体师生宣誓创美国国歌,场面专严隆重 中美静平实验学校副校长陆星丈在致辞中表示 对孩子们在夏令营的出色表现给予了表扬和鼓励 他指出,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 做家长的要关爱,但不能虐爱 要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精神和自强独立的人格 未来才能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 我们现在让孩子在富裕的生活条件下 要给他制造一些吃苦的机会 制造一些人为的制造一些受委屈的机会 人为的制造一些生活中的困难 让他们去克服 让他们懂得受委屈,懂得吃苦 懂得宽恕,宽容,善良 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呢 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 他就会以苦为乐 他感到很坚强,很伟大,很自豪 夏令营成果汇报会上 孩子们还表扬了舞蹈、歌唱、武术和绘画 特别是中文般的孩子 把学到的知识融汇到节目当中 生动精彩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若然基采访报道 是的 是的 所以可以是底部 和字幕为疯独特有所